这家都是共同的 是不是 咱多干少干 那无所谓的 太好 找到幸福感了 看多了把乡亲当买的的 今天终于能看个正常的了 金风与路易相逢 变胜却人间无数 今天来乡亲的刘大人 今年55岁 每月退休金6500元 有房 大姐的条件在乡亲界 那是相当的不错 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麻将 还是个爱干净的好男人 大爷不仅手脚麻了 还心灵手巧 学的缝纫机那都是小意思 这都是嘛 什么马边机吗 他跟缝纫机还不一样 不一样 马边是马边的 专门马边的 那这个是砸的 完了这台是缝纫机 正常夹衣服的 就马这边不都是吗 就马这边 就马这个边 啊 马这边 这不出秃了嘛 就马这边 这都是你自己马的 啊 你上外边你砸十六多块钱 成大大干嘛呀 在这儿自己 下的会买点雪呗 为了省十块钱买了的扎鞭机 大爷咱咱想的呢 真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别看大爷口口嗦嗦 也有豪横的时候 我斗的按摩 这脚底都是 这有注重保健呀大哥 这脚底都按摩的 一万多的 这么贵呢 那啥 一万三千多 我发现你这个 是要砸裤脚子 砸杯袋这种的你省 这个你 年轻的时候赢了一场车祸 大爷头上长出了清清草原 与千妻余婚后 大爷一直独身一人 现在人到晚年 大爷决定再找个老伴 那大爷对老伴又要啥要求呢 就是长相我就不挑 我就找一个 咱说抱歉 得跟我实习实义过日子 手本分的 实习实义 还得说体贴你的 还捧你的 那对于对方的经济 经济 他一约能开个之日 我不需要他钱 他大富大贵我不用 那能开一千块钱我都不要 你吃我那就完事 红娘聊解完刘大爷的情况后 想到了今年51岁的张大姐 大姐每月收入3000元 有房 大姐别的没啥求 就喜欢个子安的 这不说的就是刘大爷 红娘决定让两人见个面 哎 大哥 你好 姐到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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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问是什么 这位是刘炎章 你好 张云艳 张云艳 你好 这位是婶吧 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 大姐就喜欢大爷这样似的 这见面直接就是一见钟情 要不说喜欢一个人 就要喜欢他的一切 大姐看大爷是哪能的欢喜 夸人的话不要钱的往外梦 连大爷这房子都能给他夸出花来 这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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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女性店 这房子挺好 挺漂亮 挺宽敞 平时就你自己 自己 就是一般不是说打扫的嘎劲不嘎劲 我得看鸡脚嘎劲 那个嘎劲地方有个灰吗 你那啥吧 对 随便不用再讲 你就认为最满意 对 这真挺嘎劲的 从我手里都嘎劲 随便不嘎劲 没事 这高总是挺好 干净 太干净 房子不错 挺好的 干净的 亮堂的 你看这个白色调 就我最喜欢的白色调 我长春的房子也是以这个色调为主题 他这装作风格 对 特别喜欢 他的干净劲呢 喜欢 都挺好 干净的 是不是确实挺干净的 挺好 还过日子这 大妈你先歇一歇 这都是开胃小菜 正餐还在后头呢 先来看看大爷的缝纫机 想想自己该咋话 那个瓦边机 这个 这个往里一伸 是啥就走了 那你也会用哪里 这个手动的 这俩都是各脚产的 这你讲啊 这边都是那都是马 我自己看 另外一个千副角都自己找 你找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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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年头找谁 你上网吧 你得十块二块能下的 我副角至少得五块钱 认同 认同过日子的人都这样 我也是 我也是有钱花到这儿 我不想花钱的人 有的人 有的时候他们说我扣 其实我觉得有钱是没必要花的 我才扣 什么锅配什么钙 王八自有绿豆爱 大妈和大爷那是相当的同品 对大爷的花钱方式也无比的赞同 看到一万多的按摩椅 大妈只会夸大也会生活 这一万多呢 开支多少钱 说一下 这一万多呢 一万多少 一万三千多 一万三千多 你真会生活 我说你这该吸血地方吸血的 就是要是说那个舍得偷子 你不是真舍得偷子 行 别说呀 这鸡鸡做完了 早上做完以后 晚上再回去再做 睡觉身体非常舒服 对对 身体也轻松过来 身体也轻松过来 肩膀各个关节啥子 这脖子这得 我不用 不是你啥的 试一下它 我这还拿这个 来来来 我给你打开来 谢谢 感受一下 让她感受一下 这个挺好 这个机械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幸福吧 幸福 感受一下 看什么 脚底 马上来了 这全方位的 这一万多块钱不白花 这万不白花钱 大爷样样都挺好 直接给大妈夸到雌雄了 大妈是越陷越深 想深入了解下大爷的基本情况 没想到这可给大妈整自卑了 百代未提醒我 挺多 可羡慕有工作的人 不当工作的人 我这愿地说 要是我成功是14年 14年成功完了 现在我要是按臭园推理的 上完了 我工资稍微高点 要是今年22年再涨点 我能涨到7000块钱 开 开到7000呢 嗯 挺鲜养的 挺高啊 7000 7000块钱 7000块钱 不少 在这地方来讲不少 这地方都这么多少钱 其实记录机在这呢 这就已经在一起 这块钱满意 非常满意 但是我有点担心啊 就是咱俩这疼魔术 他能不能嫌弃我这个 各方面条件啥的没有人家好 一提到这方面 就感觉像有点不自信 大姐说了 现在的男人都看钱 我钱不多没退休 还要自己交一保 这大也能接受吗 我那时候的我这个 还得交一保社保 但是我对对方没有要求 你不要想说的 他挺困难的 他帮我来的 帮我钱来的 啥都不用 没有这个人 我也一样交 我也一样往前走 就是这样 就是咱说 以后走到一起 真有缘缘 俩人真正共同 这个家庭过日子 咱说你拿出你真心真意的 我拿出我真心真意的 我说你有事 我也不能看热闹 是不是 那我不能说仇 你出外扎了钱扎不来 挣钱没挣多少钱 你那头等着交赤保 那你没钱 那我就严出发 不管了 是不是 是我就这么心 但是大姐说了不用你 是不用我 咱们也不能那么干热闹 走到一起 咱也不能干热闹 大爷虽然个头小 但心可不小 这话说的确实野蛮 听了大的话 大妈的那心的秤 终于可以放下 俩人又聊起了房子的问题 你家孩子现在干啥 我姑娘给长春娘 就是给深圳工作刚回来 刚回来 然后没结婚呢 出个去想 那个长春那房子吧 是那个 我跟孩子俩买的 全款房子 就比较小 然后我要是在这边了 那房子就给孩子了 行行行行 我这边还有个小房子 行正常 给孩子正常 叫破这边的房子 咱说你活不就为了人 房子那咱不说 咱也自己有房子 是不是 就说他给他儿女 咱老了以后 咱也得给儿女 就是我们死了 也给房子也拽不走 我就弄个事吧 挺爷们的 长得笑挺爷们的 是这样 真的 就是 我像我们这个年龄 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的 也见过很多人的 谁说话举手头足足 也能看这个话就不理事 你看一说的话 都说到心里去 大妈一点不贪心 大姨一点也不扣揍 见过各种歪瓜烈草 终于见到了三观正常的乡亲 俗话说的好 争的不足 让着有余 不把乡亲当买卖 才是真的找对象 大妈现在是看大爷奶奶都好 连戴帽子都能夸两句 我问你为啥在屋里还戴个帽子呢 不戴帽子 我刚出发去买的东西 刚出发去买的东西 这早他们来我也带 他不老 不老 一点都不老 我这不老的一大堆 不老 我不得 就带习惯了 不愿意不得劲 老了 聪明 聪明决定了 我不用的 你都能包 我都能包 不用 他是像出发员做饭做饭的 找媳妇俩人 这个家都是共同的 是不是 咱多干少干 那无所谓的 太好 找到幸福感 看了这么多相亲节目 正经人还真没见过几个 大爷大妈已经甜甜蜜蜜 我们救助他们爱情甜蜜 生活幸福 白头到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